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法会缓届选举将在今年12月举行 第六届立法会任期将会延长到本年的年底 在这段时间,立法会除了会尽快处理修订相关选举法例和法案之外 也有很多项涉及经济、民生的法案和扶款的项目等等 需要本届任期终止前去完成審议 因此立法会在今年暑假会继续开会 去完成各项民生息息相关的審议工作 特首也表示,特区政府需就完善选举制度进行本地立法 以确保几场重要的选举在未来12个月能够畅顺和有罪进行 由于时间的紧逼,立法会已经成立相关的小组委员会 已经展开工庄